今天我们来修一个叉 这个叉的问题就是说总是死机 然后死完机之后可以刷机 刷完之后第二天又挂掉了 然后他现在的问题就知道 他说的是在他手上的问题就是说 会白苹果然后三秒钟之后会重启 就是白苹果重启 然后这个机到我手上来的时候 是一个恢复模式 然后我就刷了个机 刷完机之后它正常了 然后都所有都正常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测试 拍视频测试 然后测着测着大概过 拍了40分钟左右吧 然后就不能拍照了 然后我就把它返回桌面 然后他就重启了 重启完之后 他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就是一直在白苹果 然后就是一直定在白苹果 他说的是 他指标上描述的是 有一个白苹果重启的现象 但是我现在测出来的问题 是白苹果定频 就是他一直在白苹果 但是没有重启 然后用电流表看的话 这个机器开机电流也是正常的 然后电流也是 我往上面走的也是正常 到400多的时候 还会掉到280左右就定住了 然后大概定个两三分钟吧 然后他就会慢慢慢慢回落下来 回落到265左右 他就定住了 就是白苹果定频 然后不是白苹果重启的 然后像这种情况 白苹果定在200多好玩 就可能是硬盘系统问题 或者是硬盘坏掉了 也可能这个机器 之前没人搞过什么 乱七八糟的 都不好说 然后就先再刷个机 看一下能不能刷得过 然后现在这个机器 正常刷机的话 它是能出进度调的 但是它是不能走调的 就是正常情况下 你刷它出进度调以后 过来就会走调 这个机器是走不了调的 然后它马上会跳到 又变到黑股模式里面去 然后中上所述 就根据这个机器的 各种奇怪的问题 表现出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硬盘问题 但是这个小伙伴买的是 一个二手机 也可能是别人搬板的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机器 然后但是现在主板拆出来之后 发现这个板是原板没动过的 然后板很漂亮 是原汁原味的一个主板 然后板底也排除了 那个AVI的板底 它也不会出现板层问题 因为这种屌机器 有很多板层问题的 就是这种机器真的 有的时候 有些奇怪的问题 也可能就是板层问题 但这个机器已经排除了板层 也排除了二修 或者是翻新机的 那应该就是硬盘这边出问题了 一般硬盘问题 就会导致白米国重启 白米国定屏 或者是自动进恢复模式 然后刷机能过 过一会又不行了 这种情况 所以说现在就是先把硬盘录下来 然后换个硬盘上去看一下 这个机器能不能把问题解决掉 然后我现在硬盘已经拆掉了 然后生产就是除胶 这乱七八糟的 硬盘坏掉的话 其实表现出来有很多种表现的形式 但是这一台机器上 就是把所有硬盘坏掉的那种 硬盘坏了之后 那些表现出来的形式 全部表现出来了 什么卡机 重启 白苹果 白苹果定屏 还有就是一个刷机能过 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不行了 这个机器上全部表现出来了 只是前面我觉得可能是个小问题 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 然后我就没拍 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它重启了 然后定屏了就不对劲了 那我就拍个视频 结果这个机器很给面子 拍着硬盘拆下来之后 去读底层的时候 准备换个硬盘的时候 底层是读不出来的 那就测试价读的话 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如果硬盘坏了 读不到底层的话 这个机器就寄不活了 就会很麻烦 要插码 插码很还贵的 然后刚巧就是这个小伙伴 我之前告诉大家 就说要备份一下硬盘底层 就是要刷 就是要在设置关于本机里面截图 把外派和蓝牙地址截图 然后这个小伙伴刚好他就截图了 然后截图完之后 他把截图发给我了 然后我就换个硬盘 把它系到一个新的硬盘里面去了 然后这个机器现在就已经刷系就成功了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激活了 如果激不活的话 那就是外派和蓝牙地址不对了 因为iPhone的激活策略就是说 一个序列号 一个MIUI对应一个序列号 一个序列号对应一个蓝牙和WiFi地址 这个四个码合一的话 它才能激活 然后这是宽过硬盘的 然后就是S全红了 但是它能激活 这个手机还能用 所以比较好了 就是全红的话其实也没关系 像这种全红的话 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别觉得什么大修机什么之类的 它只是硬盘坏了 换个硬盘而已 然后就因为它的原底层不在了 它不是原底层的话 碍事就会全部都红掉了 然后其实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大修机 什么换过乱七八糟的 然后刚开始是测机的话 测到40分钟之后就 录4K60帧的话 录到40分钟之后就卡死了 然后屏幕就触摸不动就很慢 然后现在录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它的触摸也是正常的 我这个机器就是个硬盘坏的 然后就是个特别简单的小问题 但是这么小的问题 我还是希望得到各位的关注 和各位的点赞和投币